- 暴斩一隻 - 暴斩一隻 - 看出這個雷,看出看出看出 - 我上了 - 喔超級大,真的 - 別把他們頂了好不好 - 好好好 - 右邊,右邊後面,這邊後面 - 蹦,蹦 - 這裡有一隻,這裡有一隻,這裡有一隻 - 怎麼會不會 - OK,大家,我們現在來學一下 - 呃,Sky Nades - OK,天雷 - 呃,還有其他的雷 - 其他的炸彈,標,火 - 呃,這個雷 - 是雷嗎? - OK,so,呃,標和火的話呢 - 沒有太多可以學,就超級簡單 - 看到哪裡就要認著哪裡,是嗎? - 標的話呢,可以就告訴你們聽,不要走得太多 - 不要動來動去扔,你扔的時候 - 試一下站直,因為呢,意思就是 - 你每次動的時候呢,就會後面那個點 - 會動得好快,動得好多 - 你看,就動一點點就沒有了,沒有嗎? - 所以如果你就認的話,想認在他頭上 - 你過去一點點前面就認不到了 - 沒有點到,但是如果你這樣子 - 都可以練到 - 明白意思嗎? - 就是,你認的時候一定要,不要 - 不要動得太多,如果你去前面的話呢 - 你一定要拉下來一點點,就這麼簡單 - 好多人,好多人都知道這個東西 - 但是,要再告訴你們 - 因為呢,最後那個點會好容易動 - 火的話呢,火的話就是一個馬雞的Q - 跟他差不多一樣,超級好用 - 全開始小時候,火超級好用 - 因為好多人都會在後面不多的地方 - 這樣子蹲著啊,或者什麼東西啊 - 然後你就可以認到火他們 - 就可以殺了,殺了他們太多 - 更多,火的話呢,三下三下 - 這樣子人也不需要的,因為這個挺準的 - 你可以就看到他們就認 - 然後碰到地下就,就爆 - 好像這個的話呢,如果你這樣子天 - 拉下來的時候呢,扔上去呢 - 也沒用,因為他們掉的時候呢 - 他們有三秒可以走 - 火一樣,一碰到地下就燒 - 但是這個的話呢 - 這個不一樣,這個呢,沒有辦法 - 人,每人的時候呢 - 地下,一,二,三,他們跑走了 - 打不到他們,是嗎 - 所以呢,呃,要學怎麼可以 - 這樣子扔上去,有沒有辦法 - 這樣子可以扔上去,打到他們 - 所以,呃,怎麼學呢 - 呃,怎麼學呢 - OK,所以這個天雷呢 - 第一,就是要練好多,才能知道 - 怎麼,你們大家都知道 - 這個沒有什麼可以練 - 就可以今天告訴你們的東西 - 就可以知道怎麼做了 - 這個一定要時間練 - 但是呢,有一點點的東西你可以學 - 一點點東西可以幫你 - 幫你們開始怎麼練 - 沒有辦法,所以我開始的時候呢 - 呃,我怎麼知道 - 如果我認在這裡的話呢 - 就可以打到一百 - 我怎麼知道 - 誒,彎了嗎 - 還好,如果我 - 如果我去圓一點的話 - 的話 - 大概,I don't know - 三十這麼遠 - 如果我認在這裡的話呢 - 要可以打著盾 - 還有四四五 - 試一下四四五 - 大概在這裡吧 - 大概在這裡吧 - 人 - 不夠 - 我第一開始學的時候呢 - 你看這個點 - 你看一下 - 第一呢,人家會覺得啊 - 你就這樣子練就可以了 - 但是有一個小的 - 有一個小的東西 - 你會可以看 - 所以這個人十五個米嘛 - 你要看你的 - 從你中間的點 - 去到上面這裡的大 - 你要看這個東西是 - 嗯,怎麼說呢 - 一個線 - 一個直線 - 然後這裡呢 - 百分之二十五 - 是十五米 - OK - 這裡 - 百分之五十 - 是三四米 - OK - 然後這裡 - 百分之七十五 - 是四十五米 - 所以每一個是十五米 - 十五米 - 三十米 - 四十五米 - OK - 你就這樣子看著 - 中間的點到下面的大 - 就這樣子可以扔 - 所以是十五個米 - 十五個米嘛 -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- 大概 - 這裡是大概 - 百分之二十五 - 所以是十五米 - 從中間的點 - 就要碰到下面的大 - 讓你一下試一下 - 這樣呢 - 其實做了一百一十 - 哈哈 - 打了他身 - 先碰了他 - 然後打了他一百一十 - 我也不知道 - 所以這個是十五米 - 所以剛才看到了十五米 - 好,這個呢 - 大概是三十米 - 我們可以去一半 - 可以去一半 - 可以去一半 - 這個大概一半吧 - 大概一半 - 三十米試一下 - 三十米試一下 - 一百 - OK - 就是這樣子開始可以這樣子看 - 有沒有嗎 - 這樣子練 - 但是呢 - 你做得多的時候呢 - 你就知道了 - 但是一開始可以這樣子練 - 所以你看到人的時候呢 - 看到人 - 呃 - 呃 - 這裡 - 前面有人看到十五米 - 哦 - 看一下線 - 大概在這 - 沒人到 - 十五米 - 看一下在這 - 為什麼不人 - 哎 - 有人太遠了 - 我可能 - 應該剛好 - 呀 - 所以 - 你可以看到 - 十五米 - 三十米 - 這樣子看 - 如果他們二十米的話呢 - 呢 - 以二十米呢 - 二十米呢 - 你就要 - 這個是十五米吧 - 所以去下面一點點 - 一點點 - 這樣子可以慢慢慢慢練 - 哎 - 有可能又 - 右手邊一點點 - 對 - 就是這樣子 - 沒辦法 - 就中間這裡看到一個線 - 中間的點 - 然後去到下面這個 - 這個叫什麼 - 大 - 下面的大 - 大概一百分 - 每一個是十五 - 十五 - 百分之二十五是十五米 - 十五米 - 呃 - 六十米的話呢 - 六十米有點遠 - 我們試一下 - 我也不太 - 我也不太知道六十米 - 六十米多少 - 應該這麼遠的話 - 五十九米 - 所以去到下面的時候六十米的話呢 - 你們看得出 - 你們看得到 - 去不到最下面 - 因為那個那個線不再下了是嗎 - 你看到那個線不再下了 - 所以碰不到最下面的大 - 所以六十米的話呢 - 你就要看 - 那個那個那個線 - 什麼時候停 - 你就可以忍 - 還在下 - 還在下 - 還在下 - 你看到嗎 - 還在下 - 差不多停 - 停在這裡 - 嗯 - 差不多停了 - 這裡差不多停了 - 這裡大概可以忍 - 如果是紫的話 - 打了一百 - 也不是打了它是嗎 - 好像不是打了它 - 再試一次 - 再試一次 - 是嗎 - 哦是打了它91 - 呃 - 但是如果是六十米的話呢 - 應該也不需要忍雷 - 但是 - 如果有這個情況的話 - 你可以這樣子看 - 但是最正常的 - 小度就是十五米 - 你們練的時候呢 - 就可以看這個中間的線 - 但是你們做得多的時候呢 - 你不需要看線 - 但是開始學的時候 - 如果你新的 - 可以這樣子學 - 如果他們 - 哦 - 找到人了 - 三十米三十米三十米 - 試一下先 - 三十米大概中間 - 打了它 - 沒辦法 - 嗯 - 就這樣子 - 就這麼多 - 所以你練好遊戲裡面 - 那個中間的中間的點 - 還有呃 - 上面的那個大 - 你練好多練好 - 那個的時候 - 在遊戲裡面的話呢 - 你可以就慢慢 - 不需要看那個了 - 你可以就慢慢 - 可以就這樣子 - 看到人 - 你就知道在哪裡了 - 所以這裡呢 - 二五的時候你沒有 - 這裡沒有大 - 所以你不知道現在哪裡 - 但是呃 - 你用的多的時候呢 - 你可以就大概知道十五米 - 說明是在這 - 這裡是十六 - 但是我認得是五十五 - 打了它 - 三十呢 - 是應該大概在這 - 但是你用的多的時候呢 - 你就會知道大概在哪裡 - OK - 就是就是 - 你可以進來二五 - 其實你 - 呃 - 如果第一個那個 - 你們不覺得有幫助的話 - 你可以直接進來二五 - 像這裏